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幼稚 开发新客户 去哪儿啊 这市场早就饱和了 您又说对了 市场呢 确实已经饱和了 但是我的意思是去开拓新的市场 我觉得可以把眼光布局到 小微企业 淘宝店主 甚至是个人 这些虽然都是小微客户 但是它有着巨大的数量上的优势 而且目前没有公司运营这一块的业务 如果腾达提前去布局的话 将来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 主动啊 那要是照挣钱说的 那咱们腾达等着是重新开始啊 这么多年的积累 人脉 资源 全都白费了 我觉得挣钱的想法不错 但是真的适合腾达吗 腾达如果想保持这种盈利性的增长 那就必须超越其他的公司 而且我觉得小微人就 咱们暂时先不争论这些啊 回归主题 挣钱从今天开始 就是公司的副总监 我希望二位能够通力合作 互相取长补短 带领着策划部 做出更好的策划案 好吗 谢谢 这么巧 小宝 又遇到了 怎么了 你又被你爸逼着来视察工作呀 对 我被我爸逼着来个视察工作 那你什么你等我一下啊 这给你的 给我的 走 那谢谢 那我先走了 咱们明天见 你明天还去啊 你怎么天天都去视察工作呀 我也是逼不得已 你快休息吧 我走了 小宝 天这么热 你喝口水再走吧 你先坐 我先给你拿点喝的 来 这是我自己做的酸梅汤 喝点节节水 来 快尝尝 这是你做的啊 夜 unch上午的 細羽你也太贤惠了 阳师兄跟你在一起 真是太辛苦了 你们家这个阳光还挺好的啊 我们家这房子朝北 平时没什么阳光 西西 你养的这个花养得真好 那个是假花 我平时不怎么养花的 后面那些 都是不怎么用胶水 就能养活的那种 要不我还是先走吧 那时间不早了 那我就不留你了 那不用送 我不用送 让我喝 拜拜 郑天 我先走了 回去加班了 乔斯文 他又把策划案甩给你了 对啊 辛苦了 不过我还是想劝你 别再走老路了 乔总监说 他的策划案没有问题 只是呈现的方式不对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咱们做策划案的 最重要的就是 传递品牌的核心价值观 一个没有价值观的策划案 即使外表包装的再华丽 也打动不了客户的 而且 咱们的策划案必须 超过客户的预期 客户想要猫 你真的给他画只猫的时候 就会有问题 所以你必须给他画一只老虎 这样他才会眼前一亮 包子 你拿我当朋友吗 这个部门都把我当 老容易使唤 除了你和陈欣 我早就把你当朋友了 好 那我就跟你说句真心话 不要总是傻干活 要想想为什么干 应该怎么干 要学会去规划自己 你也不想一辈子给 乔斯文这种人打工吧 我会好好想想的 那我先走了 还有得救 小哥哥 要不要搭车啊 这位师傅 你有证吗 证 什么证啊 作为一个专车司机 你居然连政治什么都不知道 我严重的怀疑你啊 居心叵测 你一定是想把我骗上车 然后开到没有人的地方 之后就 行了行了行了 别废话了 本女王命令一下 赶紧上车 安全带 你这小钱 你再来个这个 谢谢 谢谢 这是小钱 嗯 今天我请客 庆祝你生殖 干吗 不乱件 过来过来 闭着眼过来 干嘛呀 你数到三 好 一 二 三 傅老兄 玩火机里面最难夹的那个 你怎么把它弄上来的 我花了208块钱 把人抓上来的 什么 二百零八块 嗯 这是我们的儿子 叫 他找这个熊样 不是 大爸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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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爸爸 那妈妈是谁 爸爸 大妈妈 大妈妈 大妈妈在哪 大妈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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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小uş 我 我 你 你不就想知道 你儿子去哪儿了吗 是吧 他联系你了 他倒没联系我 可是他昭告天下了 什么意思啊 把手机还我 我告诉你 稍等啊 那定位 城城社区 B座 小郑啊 看看 例行工作安排 一个小小的椰枝项目测缓 已经基本完成了 你只需要再看一眼 烧该润色就可以了 怎么着 当着副总监 我失望不了你 是吧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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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紧冻啊 我没有拍的东西 你等吃饭也出开 这光说B座你不是说几楼啊 这上哪儿涨去啊 我到佳人家楼下了 这就上楼 我先去开门啊 好 谁啊 谁啊 对啊 我这口味已经新做了 正好你学好你 是吧 进来吧 快起来 阿姨 阿姨 空航 空航 空航你家哪儿 给我出来 别喊啊 空航 妈 妈 你怎么来了 我再不来 我再不来 你都不知道家在哪儿了 你回家 妈 这不是人 给我留点面子呀 什么人要面子 妖精 回家 妈 小天 你好好跟我说 椰枝这个案子 你是怎么改的 怎么弄的 客户本来说好签约了 现在又跑了 好好一层就这么飞了 你吓死我呀你 陈欣我有件事要跟你说 我不说的话 我真的憋得心里边难受 你要是把我吓死死 我感觉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我其实想跟挣钱说 但是我又怕他 说我为什么早不告诉他 我那天看挣钱 也是DEO项目的那天 我赶紧瞧从前 动不大地主板 你是说 乔斯文故意搞破坏 才让挣钱 搞砸了DEO的案子对吧 没错 而且挣钱现在负责的 这个业真子早 早就被家房给放去了 他无论现在再怎么修改 他都是无业回天 他就是想要我挣钱背这个功 我就是调了调语气润润色 润润色 润润色 你懂什么叫润色 你就换自己的理解传逃附会 公司有公司的规定 这事出了 你逃不了责任 乔斯文你个王八蛋 看我干嘛 你别以为你故意下害郑强 我们不知道 你好歹也是个总监 怎么做出这么下三乱的事情 警告你别含嘴喷人啊 我吭你 我还打你 你干嘛 你为什么要下来郑强 这天找你扯你了 你别拦我 你别拦我了 乔斯文 乔斯文故意下害郑强 他把郑强辛苦做的PVT给杀了 害得郑强在黄总面前出丑 他还故意把客户必道的案子给郑强做 让郑强背锅 楚总啊 诚心聪进了公司就处处跟我作对 现在已经发展到攻占骂我的地图了 公司员工守着了第一条 就明令禁止员工之间互相谈恋 他一个小姑娘 因为喜欢挣钱 假公济私 我还怎么做工作呀 楚总 你别在这混淆视听 你就说你有没有下来就行 你敢说没有吧你 你敢说没有 为什么要敢挣他 走了 你为什么惩罚郑强 我多和你说了是乔思文献害郑强 郑强为你拿下了DU的案子 你为什么这么对他 欣欣 你别着急 有什么话你坐下说 好不好 你怎么这么支持郑强啊 怎么了 喜欢他 郑强是我的男朋友 我们大学就在一起 他就是你一直说的那个男朋友 那伯父知道吗 我爸不喜欢你挣钱 说我们门不当户不对 确实 在婚姻中 门当户对还是很重要 和一个跟自己成长环境不一样的人在一起 会很累 你别想我爸一样 老季恒秋的行不行 欣欣 小时候是喜欢跟着感觉走 但过两年你就会慢慢发现 喜欢不一定等于适合 再多的喜欢 都会慢慢被生活里的琐事磨平 往往最后走向婚姻的 不一定是喜欢的人 但会是适合的人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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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飞哥 你不是也很讨厌乔斯文吗 这次明明是他错 你为什么偏袒他 乔斯文是有他的问题 但是对于现阶段的腾达 他是不可或缺的 那挣钱也有问题啊 商场如战场 他就应该做好万全的准备 他为什么没有被分呢 那你这不是拿挣钱当枪使吗 谈不上 郑贤和乔斯文 现在都是公司看中的员工 他们两个竞争 最后获利的是腾达 乔斯文老称吃重 郑贤呢 他的小微客户思想是不错 但是对于现阶段的腾达 没有任何意义 什么意思 初总 这是我的词称 凭什么呀 该走的人是那个乔斯文 真的要走 职场生存手册第三条 除了升职 你还应该有梦想 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 就是学会如何做自己的主任 有些话 我想了很久 觉得还是应该告诉初总 你说 作为创业者 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才能走得更远 腾达确实是一家 非常优秀的公司 但是有时候 太优秀反而是进步的阻力 所以 不能为了保住眼下的利润 而牺牲未来的发展 我要感谢初总 在这里我确实学到了太多太多 等哪天我公司开起来的时候 我一定会回来 再寻求合作的 青春因为早未才珍贵 越受所欲无悔 让梦实现已退 青春因为早未才无畏 从来不怕奉陪 从来不怕奉陪 我只要拯救感 的滋味 凭着天亮向着远方 心中的话在何谁讲 有时朋友会说我荒唐 有时现实要我这样那样 可是我真的很勇敢 是否能再给我希望 我不想算了 天那么大 为何不飞翔 就算因为早会才无畏 从来不怕丰陪 我只要成就感的滋味 郑老师 买菜去了 是 买菜去 我最近也对了 经常碰到你儿子 他辞职有一段时间了吧 对 怎么还没找到工作 再啥也没用 这样 你跟他说说 眼光碑太高 心碑太大 就他那个学历 能找到一般的工作就很不错了 现在找工作不容易 是 是 说着 我光顾着关心你了 我的话你得放心上 不能让他在家里啃老 行 好 再见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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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鐘 爸 你回来了 你说你们这一天天的 除了玩电脑 你能不能干点别的 韩无丧志 爸 我查资料呢 算了吧 肯定玩游戏又玩了一天 听着我回来了 把游戏关了 假装查资料 这都什么呀 网络营销 自媒体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在腾达的时候 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所以我现在呢 着重了解一下 这方面的信息 这都跟玩游戏一样 都是些没用的事 来 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呀 招聘启示 从你辞职到现在 所有合适的工作 我都给你标出来了 爸 现在大家都网上找工作了 谁还看报纸呀 那你倒是去找啊 你说你从毕业到现在 你干过几件正经事 不是臭豆腐 就是开转车 我这颗替你悬着的心哪 从来就没放下来过 好不容易在腾达找了一份正经事 没干几天又辞职了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没长性呢 爸 我不是没长性 我是在找 最适合自己的方向 您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 如果我在错误的道路上奔跑 那你只会离目标越来越远 算了吧 你呀 这就叫好意务劳 我要真好意务劳的话 我还不找个地方 上上办办办公司呢 也不用操心这操心哪 多清晰 你 我接个电话 我接个电话 到了 我到家了 哎 晴晴 爸 你瞧瞧你姑娘家的 作美作家 给我做好了 我有话问你 你这么严肃干嘛 你是不是最近去我腾达了 你不该跟你说啊 我 我是想锻炼一下自己 从基层做起 所以要从底层先熟悉 行了行了行了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 你之所以去腾达 还不就是因为 挣钱的小子在同党吗 我说晴晴啊 你大学毕业也有一阵子了 不是做什么事你得过过脑子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应该是 爸 你这话都说多少遍了 你后面的词我倒着都能没出来 你不就是说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早点结婚生子 要么就是继承我的城市 你看看我这浑身上下 哪个细胞哪个细致 有一点点可能性 可以继承城市的呀 你就不能给我第三个选择吗 第三个选择 就比如 嫁给郑晴 胡闹 你天天跟郑晴那小子混在一起 又到童达去折腾 不是 我说晴晴 你 你就没想过 云飞会怎么看你呀 他能怎么想我呀 我知道 你一直把云飞哥 当成我们家的被选女君 可是你知道吗 我 我跟云飞哥是 兄弟情 兄弟情你知道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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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晚上约了人呢 你自己吃晚饭嘛 拜拜 兄弟情 兄弟情 吓死我了 你爬这干什么呀 爸 你跟谁打电话呢 还要背着我 我这 我这就一个朋友 朋友 爸 那爸 您慢慢打电话 我就不亏他们隐私了 我慢慢打啊 我爸最近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 行 我没有走那给我铺好的路 整天倒着我 烦不烦死了 我爸也是整天念叨着我转走 你说他们是不是更年期啊 对啊 不是都说男人的更年期不小晚一点吗 我妈都还没更呢 他们怎么就更年了 其实我也能理解他们 他们也是为了我不好 那你怎么不听你爸说的话 去找工作 我能理解他们 不代表我愿意听他们的话 他总是想以他的人生经验来指导我 但他也不想一想 我的时代跟他的时代 中间差了多少个马鱼了 咱们自己的时代 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完得准 那也怪不得你爸 你当初不是说 想向云飞哥好好学习吗 人云飞哥也挺欣赏你的呀 你现在想想 是不是觉得辞职有点草率了 楚总确实很优秀 不过他家大业大 要顾虑的事情太多了 我就不一样 我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想到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你想做第一个吃庞仙的人 你想跟你成考副业 这是创世的时代 不在时代的浪潮里发几个浪花 我不甘心 小潜子 你到底想做什么 其实我也一直在想 但是没有想明白 我爸也觉得 我每天都在有什么好奇 但是我其实每天都在思考 在观察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 我应该做得什么 从腾达走了之后 我好像看到曙光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想到 行 你就尽管折腾吧 万一哪天真成炮灰了 我也好拿个托斯碗碗给你收起 我一定要做 帽子 我也好呢 喂 郑前 你别说话 你听我说 现在情况紧急 我约了佳佳给客 但是我妈法 为了不让我出去 你快来救我 记住我今天我约的事 和家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你们要不然 他不换我啊 换了换了 快出来 上个厕所这么久 你爸 我爸 跟你阿姨比起来 就是小巫见大巫 他才是战斗力最高的 大猫子 上个厕所能办吗 你是逃避审查 还是在里头干嘛呢 出来了 你可真行 上个厕所 你还在门够守着 还怕我钻下水倒不成啊 我怕你飞了 还偷偷摸摸的 趁我在这睡着喝 捏手捏脚 还骗我说要去找挣钱 肯定要去找那个小演员去 要不是我睡觉睡得清 你现在肯定跟那个小演员 已经在一块了 您能别老小演员小演员的情吗 一点都不尊重人 瞧你处你妈这凶 是让我尊重他 他干了什么让我尊重的事了 一以为自己长得好看 就不务实 不去好好找工作 做演员就是不务实吗 再说佳佳也不是坏人家的孩子呀 妈 行 您要是这个态度 今后我也就不在您面前提的 省着您听得心烦 但是您让我跟他分手 那是不可能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还跟我玩地下恋情是怎么着 妈 妈 您别忘了 当初您答应我的考生公务员 让我自由恋爱的 好 好 好 来 宝贝 来 妈妈跟你好好说 我知道 你跟他好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现在突然间让你和他分开呢 是有点强人所难 这样好不好 妈妈给你一段时间 你慢慢地和他分开 她 她除了脸蛋好 她有什么好 咱们家要是普通人家也就罢了 我跟你爸是有头有脸的 你看看你爸的同事都娶什么样的女儿 人家要不然就娶董事长的女儿 要不然就娶局长的女儿 妈 您怎么不说那局长的女儿是个母老虎啊 每天就给他老公二十块钱零花钱 我要是真娶个这样子回来 您瘦得了吗您 我 局长的女儿多了去了 你不会挑个好的 反正总之家庭是门槛 过了这道门槛 你随便挑 过不了这门槛 他就不能进孔家的门 那个姚佳人一看就是一脸奸相 肯定会算计 你 你说你这么傻不拉击的 还不为他算计了 我看谁都没您会算计 我会算计我为了谁啊 我还不是为了你 宝贝啊 我这虎口婆心跟你生了半天 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啊 你要真是娶了廖家人 你就等于娶了他们一家子 明白吗 七到五八大一 今天这个孩子要上学 明天那个人生病了 后天谁谁谁家又没房住来找你了 不全是咱们家的事吗 妈 妈 我也不怕告诉你 大学四年 一直都是姚佳人帮上我 要是没有她的话 我可能就挂科避不了夜了 咱俩说的是一回事吗 不要说是什么 我也可以说说是你的 我听说是他 才能说是你 答应 我看你了 你为什么这个 我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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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这样的 我问你 他妈应该烧高香才对 想那么生气 那你在这儿等我 我上去把口号救下来 妈 我都跟你说过无数次了 我是去找挣钱的 我都这么大个人了 你还要陷着我人神自由不成啊 你是我生的 母亲管教儿子 我不犯法 想要自由很简单啊 你和那个姓姚的分手 我立马给你自由 不可能 谁啊 阿姨好 挣钱啊 来 进来吧 阿姨 好久不见您气色越来越好了 是吗 您是不是瘦了呀 我感觉您的五官也越来越立体了 这孩子就是嘴抹了蜜蜡 那么神神道道的呀 阿姨 我是来找恐后的 不是约两点吗 现在都几点了 妈 我都跟您说了 我约的是挣钱 我说的 等等 只是顺着 're not 你又要来 站在哪里 在哪里 你不得了 我还是带用 天真 我们来 还要到哪里 我 我觉得 来 带 太险了 刚才真是太险了 幸好挣钱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这才把我妈糊弄过去 程鑫 你刚才就是不在现场 挣钱把我妈哄得内叫一个开心 我都怀疑她平时是不是就这么哄你 我都是为了你 你这过河拆桥来得太快了 你是不是有现在 吵你家穿我喊一嗓子 让你妈知道这个事情 别别别 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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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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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怎么了 你 你惹她了 她才没惹我呢 你惹我了 我问你 你到底爱不爱佳佳 爱啊 我当然爱了 那你爱她就得说服你妈接受她呀 我也想啊 但是我妈就是不接受她 我能怎么办 我 我也很绝望啊 那你得跟她站在同一战线呀 一起反抗你妈 包办婚姻的封建思想 你现在这样瞒就算什么呀 我们家见不得人吗 你就是不懂我的智慧 我现在这是怀柔政策 温水煮青蛙 一步一步消磨我妈的意识 最后再让她接受佳佳 就你那还是智慧呢 要么冷 要么热 像你这样温团团得最烦人了 有些事情咱们还得从长计议 那我们先去找佳佳吧 别让她等太久了 是 你让她等 我可不能让她 妈 你不带我呀 声音机 我 clusters 我带我好 让我回瞄 人瞄 我什么 MusA 我没什么 你不会还是在这儿 吗 也不说 我是 季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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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晚呢 那个 海鲜我都准备好了 咱们直接走吧 季季 季季 我不能再收你的海鲜了 咱们俩是同学 你送我一次 两次海鲜是同学情意 但你这天天送 我心里过意不去 那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呀 那当初我离婚的时候 要不是你 还有挣钱 还有其他人 一起让我度过低谷 这张海鲜算什么呀 我真的不能再收你海鲜了 那你今天要是不收的话 你这打包箱 还有氧气就都浪费了 那这样吧 这钱你拿着 不许不要 我不能收你钱 我不要 我不要钱 要你钱就伤感情了 不算清楚才是真正的伤感情 快拿着 那这就够了 你上车等着我 我把海鲜搬车 还是不关 checkout 这吧 怎么啦 你怎么这样 干吗 我 赶快 别 坐 听说前两天的海鲜 都是你送的 今天又来送了 对 今天海鲜有点沉 所以我就开车给送回来了 我听说你那车还挺贵的 用车来送海鲜 不浅味啊 没事 那车本来就是一个工具嘛 就是拿来用的嘛 听听小宝说的 你看人的生活 咱真的是羡慕不来 人有个好爹妈 挣下一份家业 才能让他这么 游手好闲的 说什么呢 小宝 你把海鲜给承光吧 我们自己搬上去就行 小宝都来了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 帮我们把海鲜送上去吧 不用 不用 我们真的自己拿上去就行 希希 咱们穿这身衣服怎么办呀 这万一再糟了 辛苦的不还是你嘛 你看 那小宝身上 也沾着香味了 那就让小宝搬吧 反正也不是什么外人 对吧 没事 希希 听师哥的吧 就我办吧 来 给小宝开门 来 好 你说你 却不为他要潇洒 却叫我 别太早放弃他 别太早放弃他 把过去 装修成一段神话 然后笑 别吹一样的伤 我们家忙在乎他 却被他穿过抹下 别等他 小佳 别生气了 我这不是都来了吗 我等你一下午了 电话也不接 我错了 下次一定接 你说 你要这电话干嘛使的 又不用 水晶之恋 这谁呀 好 我口号你背着我勾搭小姑娘 什么小姑娘 这是我妈 周晴 周晴 别跳了 别跳了 我妈来微信了 视频 许进交易 你妈 你妈以为你在篮球场 那咱们得想一个 像篮球场的地方找一个 对 走 走 走 什么篮球场 你去哪儿啊 妈宝 在这儿啊 你就说这里是篮球场 没关于衣室 不是 你干嘛 你让我妈 瞎出神经病了 你 你才有神经病呢 你刚打完球 怎么会没汗呢 你搞错了 马医生 大哥 你呢 可以 快 你呢 快点 我就不用了 做西桌拳套 你快别废话 快点 快 我以后留的每滴泪 都是跟你做朋友的时候 脑子沥浸的水